开始 狐狸和乌鸭 乌鸭在大树上做了个窝 大树下有个洞 洞里住着狐狸 有一天 乌鸭飞出去 给他的孩子找东西吃 他找到一块肉 叼了回来 站在窝旁边的树枝上 心里很快乐 这时候 狐狸肚子饿了 也出来找东西吃 他抬起头来 看见乌鸭嘴里叼着一块肉 馋得直流口水 他想 就对乌鸭 她笑着对乌鸦说,您好亲爱的乌鸦,乌鸦不作声,乌鸣又说,亲爱的乌鸦,您的孩子好吗?乌鸦看了眼乌鸣,还是不作声,乌鸣又说,亲爱的乌鸦,您的羽毛真漂亮,麻线比起您来可就差了,您的嗓子真好,谁都爱听您唱歌,您唱几句吧,乌鸣听了乌鸣的话得意极了, 乌鸣就唱几句来,哇,她刚一张开嘴,肉就掉了下去,乌鸣叫几肉来,钻到洞里去了 乌鸣那相,一与天宫是饼高,西秦日,看红妆素补素补,分外妖娆,江山如此多交,已无数英雄,尽折腰 西秦皇汉武,列书魂彩,唐宗宋祖,史商信,风骚,一带天骄,成金斯坦,指石,湾宫赤大鸣 去网易书,风流人物,排看金昭 出发hyd您的忌投 出发 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